这节呢我们看一下aftercoder对视频的输出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呢讲过对aftercoder的安装 这边呢还是上一个修改的模板 当你的模板修改完成之后 我想进行输出的时候 那我这边就可以直接选择合成菜单 注意这边我直接选择我们这个添加到这个aftercoder 那这边呢我们看到 你如果直接选择添加到对列 也就是我们看到渲染对列 这边有之前加过的 所以我们先把它清除一下 然后你添加对列之后 只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选项 默认是AVI格式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边选择品质最佳 分辨率完整 然后这边确定好你的参数 其他的保持不变 那我们在输出的地方点击 格式的地方我们看到 你可以选择aftercoder 比如说MP4 MOV 选择MP4的话 默认的话我们看到 H264Q就是质量70 S等于5 然后这边AAC是音频的比特率 256K 还有它的一个版本 那具体的数量 我们可以点击格式选项 这个插件呢 因为新版汉化的话会有bug 所以尽量用英文版 参数非常简单 我们不用去看右边的这些标签 都是版本和用户的官网的一些介绍 我们就点击格式选项 进入到设置 设置中我们看到 这边对于工作流程 文件的元数据名 或者是一些它的这些设置连接 包括注册的都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边就不进行它的修改 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入到encoder 这边的这个编码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选项 videocoder 这个地方呢是编码的设置 比如你用的是H264输出 下面也给出了一些预设 比如说X264 还有YouTube的方式 RGB的方式 HEVC的方式 包括H265 可以看到很强大的选项 那我们就用H264默认的选项 下面有三个选项 我们这个quality质量 bitrate是它的比特率 file size是尺寸大小 质量的话 参数很容易理解 你的视频如果想100% 1比1输出 质量就是100 那你的数值调的越大 你输出的文件也会越大 通常来说 我们建议80左右到100之间 就可以得到一个 很好的输出的质量 然后第二项 它的这个speed速度 我们看到输出有快速 拖到右边的话是最快 拖到左边的话呢 是最慢 我们建议呢 你在渲染的时候 就保持默认 因为太快的话 可能说CPU负载过高 太慢的话呢 时间又太长 所以这个参数就保持 默认不动 这是第一种方式设置 那么第二种就是说 比特率的方式 我们通常的视频文件呢 都有一个比特率 那比特率呢就是多少兆每秒 那我们在这个AE自身输出的时候呢 也会有这个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文件 比如我之前用ME输出的文件 我右键属性查看一下 它的详细信息会看到 数据速率接近3.8 也就是说3856KB 换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4156KB 3.8到4.1之间 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4MB每秒 所以这个数率已经非常高了 我们在格式中 你如果说想让视频质量更清晰 那默认给的是4 我们可以提高 最大的话能到900 当然900MBps呢 基本上网上你都下载不到 这种比特率的文件 通常我们设到20或者是40 这个都已经达到蓝光的标准了 所以我们自己看需求 你可以尝试一个4 先默认输出看一下 然后再尝试输出一个10 然后20 然后30这样子去看 哪个质量呢 更适合你的视频 更清晰 同时文件尺寸更小 这边呢 我就选择它默认的4 然后这边保持不变 第三个文件尺寸的方式 比如你想输出的尺寸 控制在5MB 那这边选择5MB 那么你的文件就会疯狂的压缩 最终达到这样的一个质量 可能画质呢 惨不忍睹 如果你文件限制在100MB以内 那你可以拖动 比如说我就输出一个 98MB 99MB的文件 当然我们这个方式 只是说你文件有尺寸大小限制的时候 才会去启用这个选项去输出 比如我就想输出264MB这么大的文件 可以尝试去调这个选项 那通常质量是第一选择 你可以80%去输出 然后比特率 这两种呢 每个选项都有倾向的人群 那么我比较倾向用比特率的方式 比如我喜欢输出4MB 8MB 那我选择一个10MB 这样的一个比特率去输出 然后下边会有它的一个颜色模式 我们看到有这个8位每通道的 10位每通道的 如果你是一些高端相机拍摄的 比如说10位每通道的视频素材 那么你可以考虑的用这个10BPC 那通常我们都是8BPC 这边作为MP4的话 没有必要的去调到更高 对于颜色的范围呢 也有这个TV的范围 或者是完全的范围 右边我们都是用auto自动 这边也会看到有这个YUV420 422444可能你不清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用auto的话是自动 那么这个YUV呢 它就是我们这个整体三个信道的抽样率 那我们看到444就等于是完整的四个像素的排列 你可以理解为444呢 就是四个方块堆在一起 很完整的进行输出 422的话 我们四个中上下任意抽走一个 只剩下了一半 那么420的话质量呢会更低 所以你如果想要更高质量的话 就444 一半质量的话422 更低的话就420 这边我们就auto 不用管质量 那么下边这些杂项 比如说一些优化 针对于动画的优化 电影的优化 胶片这些优化 或者是解码的优化 这些呢我们不需要 因为这边直接选择auto 自动的去做这些处理 然后这边GOP的话 它是对这个数据块的一些优化 我们选择自动模式 因为你自己也不清楚到底 这个用多少帧去优化会更好 所以用自动模式 视频和视频完全不同 下边这个音频的比特率是自动 通常这个地方我们要手动指定一下 你希望音频是128还是说256 比较好的音质 或者说192稍微均衡一点 还是我们选择256 还是选择更高的512 如果你希望音频的品质高一点 这边就加高一点 个人比较倾向于256取中 这样音频的质量也是比较的清晰 然后非常的不错 下面呢会有这个VR的这个方向的这个设定 比如你这个180度360度 左到右上到下 左到右上到下 或者是这种单独的这个通道的显示 如果你有VR设备的话 发现你渲染的这个角度不对 可以在这边调一下 最后这个选项是针对于这种 网络极为落后的这种地区 用的这种低带宽的视频 做一些优化 如果现在5G视频的话 4G视频的话 没有必要去用这个选项 所以这是它的一些基本的设置 明白之后就OK 指定好了自己的这个速率 我们看到这个速率是4 然后我们用的是10 我们比特率是10 转码的速度是4 音频256K确定 那注意你要在这边先点击下OK 把这个AFT CODERS的面板先确定下来 我们点击确定之后呢 默认就是自定义AFT CODERS 这边点击下输出的路径 我们这边呢 还是呢选择之前模板替换中的这个地方 这次呢输出就是改成AFT CODERS 我们叫做AC看一下 这边格式呢 我们看到是AFT CODERS.MP4 保存 这边开始呢启用渲染 那这边呢给出了一个错误提示 那应该是我们中文版译爆出的这个错误 因为很多插件和模板呢都是国外的 所以它对英文版的支持是完美兼容的 中文版它因为字符的问题 肯定会或多或少出现一些bug 或者说你再进行一些汉化 有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bug问题 所以英文好的话尽量的用英文版去加载这些插件 它的错误率呢会降低到很多 这边我们在输出之后可以看一下 我们后输出的文件呢只有1.51MB 之前用ME输出的是3.51MB 足足小了一半 而且我们这个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质量 这个清晰度和质量呢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插件的方式渲染非常的完美 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渲染之后 这边肯定变成灰色 证明你渲染过了 你可以把这个列表选中删除 然后在对列中我可以再次选择我之前的这个合成 通过合成菜单再次添加对列 那我这次呢可以选择MOV的方式 这边格式选项 我们看到MOV呢同样会具备相同的这些设置 但这边会看到MOV中的这些Police4444422的这个设置 包括H265的设置 还有H264 再加上这个其他的一些关于这个带有透明alpha的格式 我们通常就是从4444到422之间去选择MOV的这些预设的编码输出 那如果你不懂这些编码的话 我们在苹果官网可以去看一下 关于这个每一个编码质量它的一个清晰度和它的一个解析度 还有它的一些码率和尺寸的一些数据的支持 所以个人比较倾向于422HQ 那么你输出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但同时它的这个文件也会相应的小一点 如果你想追求无损 那么就选择4个4 我们这边呢就不追求那么高了 所以这边我就选择一个422HQ 然后设置很简单 自动的方式 或者你自己点AAC 设置一下这个音频需要多大的码率 比如我还是喜欢256 我就选择256 这边还可以输出WAV 我就选择一个AAC 然后这边指定一下 QuickTime MOV的这种编码 点击OK 它的设置很简单 点击确定 那这边点击渲染 我们看到很快你就可以将这个MOV进行输出 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么完成之后 我们在这边又看到输出的一个很大的40.5MB的一个文件 相比之前的三合一 文件大了很多 那右键属性看一下 这文件我们输出的是MOV文件 所以我们看到422的码率达到48000 非常大 如果你想降低质量的话 那么在输出的时候 就选择比较低一点的质量 所以具体输出多少呢 我们自己可以尝试 不同的码率尝试去输出 然后去看 选择一个更适合于自己 尺寸和大小都比较适中的一个格式 所以会非常重地的码率达到OOOV小区 对我们的码率达在MV品中的这个码率达到